实际上对于一个高中生来讲 他升大学之前 最基本的要求 大学面试的基本要求是什么呢 你向对方展示 你可以跟一个陌生的成年人 进行一段正常的沟通交谈 这就够了 今天我们现在讲 如何准备大学面试 这个呢 我今天暂时用中文讲 但是我们就暑假会有一次用英语的 那么会面向更多的学生 但是这个面试这个事情呢 是需要家长和孩子一起准备 因为我们一般来讲 我们学生不太有 以前有被面试的经验 但是我们的家长 要不就是被面试过 要不是面试过别人 所以说呢 从面试这个角度上讲 家长的经验比孩子的经验丰富得多 孩子的话可以从家长那边学到 很多很多有价值的经验 好 大学面试 大学面试呢 现在是一年比一年要求的更多 现在就是说 使用面试这个环节的大学 变得越来越多 原来只是非常非常少数的一些大学用 现在校友面试也好 校园面试也好 很多大学都主战用起来了 因为我们这个大学申请的这个竞争越来越激烈 光是纸面上的申请材料 层级 推荐信 已经不足以 完全的来表示 就是展现这个孩子的 这个全面的一种才能 他的qualification展示不出来 那现在怎么办呢 面试就起到了这么一个作用 那么大学招生办公室呢 要求邀请他们再需要的大学生 比如说现在在学校里头大肆的学生 或者是他们自己的招生人员 更多的呢 是在全国各地 全球各地 他们这个大学以前毕业出来的校友 在各地任职的 尤其呢 是像纽约这种地区大的这种大都市 是许多大学的毕业生 名牌大学也好 就是比较好的大学的毕业生聚集的地方 所以我们在纽约呢 好的地方就是说 我们很有比别的地方的申请人 有更有这个条件去接触到这个面试的这个机会 但不好的条件 不好的方面就是说 你的确确也没有任何理由 回避这一个环节 很难有理由回避这一个环节 甚至对呢 现在对那种所谓的国际生呢 甚至现在大学里头呢 就提出来用第三方机构 来给他们进行面试 就是说有些国际学生 他们很远 比如在中国 那怎么办呢 当地也没有足够的校友 或者是我们这边的校友 通过网络去面试的话呢 都不一定能够找到时间 那怎么办 他们对雇用当地的第三方的机构 专门从事面试 所以可想而知 面试的范围 从广度 从深度 就越来越的普遍 经常用不到 那么我知道我们学校里头 很多中国孩子的那些家长 就跟我说 哎呀我的孩子比较害羞啊 身体比较内向啊 比如说很害怕 面对跟陌生人打交道 说话 没有这样的经历 那么我是不是有什么办法 可以绕过这个环节 我是觉得尽量不要这么想 因为呢 当你有面试的机会 你选择不去 那么大学会认为 你对我这个大学 兴趣不够 对吧 你可以跑过来一趟 跟我面试的 但是你选择不去 那么我只能就是说 那么大家不知道 是你个性的问题 他会认为 你对我不感兴趣 我可能是只是你申请的 十几所 二十几所当中的一个 微不足道的一所 你不愿意花时间 来跟我面试 跟我在进行场外的接触 就校外的接触 所以呢 尽量不要这样子 回避说 我尽量不选 那么有这样的机会 一定要选 那么我如果个性本身 不是一个很开放 很开朗 很大方的人 但是你要知道 作为学生 你终究有一天 要进入职场 因为职场的话 一定要有面试的 这是谁都回避不了的 就是你早一点接触 早一点开始培训自己 就早一点 可以能够让自己成长起来 你将来进了大学 一定会找实习工作 哪怕在校园里头找工作 你也会有面试这个环节 尽量的提前的训练自己 准备自己 好消息就是说 这面试是完全可以准备的 你可以提前准备 尤其是大学 这个升学的面试 他有一定的这个题目 规划 就是有一定的内容 他会问到一些哪些方面 那么你完全可以提前准备 从答案 一直到你最后的排列 你可以找你的父母排列 你可以找你的同学排列 或者是你的师兄师姐排练都可以的 包括我们学校还有安排到最后校友出来 为我们的学生进行培训 就面试培训 还有呢 在面试的过程当中 还有一个很好的学习 也是个非常好的学习机会 就是说你有机会跟这些大学的毕业生 无论他现在年纪多大 可能是四五十岁啊 可能二三十岁刚刚出校门啊 那么你跟他面试的过程当中呢 你可以了解到这个大学很多的信息 是不是在网络上中 不是在他网站上了解的 他们亲身的在这个校园里头度过的 这个成长阶段 甚至他会给你一些建议 比如说你进了大学以后 应该修什么课啊 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去修课啊 或者是可以有哪些服务 你可以享受得到 也有哪些资源你可以利用到 说选课的时候应该怎么样选 或者是说哪些课程你是必须选的 这样子对你将来找工作是有利的 这些的话都不一定 你如果是不通过面试 你或者你也没有一个直接的朋友 是在那个学校上学的话 你很难拿到这些信息 所以这个是一个互相的 一个beneficial的一个过程 大学既通过这个面试了解你 你也通过这个面试呢 更加的了解大学 也了解那个校园的文化 那边的人是什么样的性格脾气 自己是不是合适 好 大学面试是怎么样的作用 我们是想呢 就是说我现在要突出的 就是说今天这个讲座当中 我会强调一点 大学面试 不是大学审核一个申请人的 唯一的环节 只是他的 所有的环节当中的一小部分 这个大学的面试 并不是用来向你解 就是说看你合不合格 进我这个大学 因为自然有招生人员从你的申请材料当中 从你的标准化考试层级 学校的考试层级 课外活动 奖项 推荐信 其他的方面 了解你在学术上是不是准备好了 进入这所大学 而大学面试呢 更重要的呢 是来了解你是怎样的一个人 what kind of person you are 你是什么样的人 你什么个性 什么脾气 你这个个性和脾气 你自己跟别人打交道这过程当中 适不适合于他这个学校文化 是不是能成为成功的融入这个校园 成为他一个一个非常活跃的 会上很舒服的这么一个一个成员 因为你如果是跟他这个分文文化分文格格不入的话 你很难受 这学校周围的人也会很难受 对不对 他希望你是成为这个community的一个很舒服的 你自己也觉得舒服 大家也觉得舒服 就这么一个fit 你适不适合 有的孩子呢可能在面试之前会非常紧张 说啊我如果面试效果不好怎么办 会不会影响我的录取 那么他都他这个面试是不是有很多的tricky的question 很复杂的question就来考我的EQ IQ什么什么Q筛选过程 大家不用那么紧张 实际上对于一个高中生来讲 他新生大学之前最基本的要求 大学面试的基本要求是什么呢 你向对方展示 你可以跟一个陌生的成年人进行一段正常的沟通交谈 这就够了 这就够了 因为什么呢 我们所有的这边的大学呢 他都有一个非常活跃的这个学术风气 他希望比如说你这孩子跨入任何一家的学校园周围的咖啡馆餐厅 你看到同学你认识还是不认识的 他们彼此有一张有一个discussion 有一个交流学术上的政治上的人文上的或者是专业方面的一种交流 你觉得感兴趣 你会觉得很舒服的join them参加这个conversation 那么这种交流当中呢 每个人都得到一些启发 这就是他们这个校园的总体来讲 希望能达到的一种学术气氛 如果每个人都进到一个陌生环境当中都非常的紧张 都把自己的想法藏在心里头 那么他们就之间就没有在一起的这么一种好处 想知道就是说是不是只有名校才有面试 我可以说not necessary 有些学校他颁发奖学金 好吧 这奖学金他是要有面试这环节的 有的学校有honor program 每个学校对面试的这个要求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呢一定要你要去这个学校的网站上 他一般都有interview这一栏 或者他在FAQ当中会有回答说我这个学校需不需要面试 我这个面试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是我宣传性质的后面会讲到还是说评估性质的 有多少人会被面试到 是这个面试的会不会对你有影响 像有的学校就是说他strongly suggest你去interview 那么像排名比较厚的比如说像你并不是那么高的 Wake Forest在北卡的一所大学 也就是三二三十名吧接近三十名左右的 那他也是他是strongly suggest非常强烈的推荐你参加面试 有的学校就是说我像康奈尔他因为他招生人很多 就是越是大的大学 他有可能呢就是规模比较大的大学呢 他相对来讲呢他面试的就是可能就会比较小 因为他要有足够的校友才能达到这个面试的这个运作 但他没有这样的资源去运作嘛对不对 那么小型的学约那么基于更有可能他招生人数少 他就更有可能面试的有的像MIT这样的学校 就是说你面试的学生是吧 他可能是面试过的学生录取的比例大概是10% 没有面试过学生录取的比例可能是2% 是吧那么你就是说你在面试 这个面试就是对你的录取是非常非常有用处的 因为面试的人他究竟是站在哪一方 是站在学校那一方还是站在学生这一方 像MIT我们学校很多学生都很喜欢MIT 那么MIT这个面试的话对他们来讲就非常重要 你要提前约过了一定的期限就没有了 所以的话你他通常就是跟MIT面试的时候 你的校友是站在你那边你是帮你发声 从你这边面试的时候他替你写一个report推荐 所以说每个学校不一样 这一定要去每个学校去看 他的有他的网页你怎么样去request怎么样去安排 每一个学校都不一样的 好我是讲的最基本的要求 仅仅是你能不能carry on一个regular conversation 你能不能跟一个人交谈 有的孩子呢非常非常内向 甚至说他可以跟同龄人交谈 只要是跟成年人他马上嘴巴就闭起来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他很紧张那这些都是需要提前在这个属下进行one up 我就是说了这个面试完全可以准备 完全可以准备 不是一个让你抽出来 你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你带在那里像一个呃带肉木鸡啊 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不是这样子的 问题是很多情况下是可以预先准备的 包括你还可以排练 好面试结果到底有多大的影响 这看因为面试有很多种 一种就是说叫informative 就是说信息性的 这个呢主要是用来校友 这个学校用来吸引更多人来申请 那么他跟你聊天 让你介绍 更重要的是呢 他现在向你promote这个学校 那么这叫informative 有一种就是for evaluation用的 就是说评估性质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在面试当中的表现 就有可能影响到最后的录取结果 那么你这个大学面试究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每个大学有自己每个大学的的规定 通常呢 我用一句话来总结面试的 对对这个呃大学录取的效果 就是程式不足败事有余 什么叫程式不足败事有余呢 就是说你面试好了 不一定能进 但是你如果面试表现的非常糟糕 比如说你完全是个性是封闭的 没办法跟别人交流 或者是你交流的过程当中 流露出了一些啊 种族歧视的言论啊 倾向啊 或者是非常的骄傲啊 就是跟别人格格不入啊 那种种种就是让别人很反感的 这种交流因素的话 是会影响你的录取的 因为这样的你的面试报告打上去以后 录取的情况 因为你可能会你会觉得啊 你的师姐啊或师兄啊跟你讲啊 我感觉很好 我去interview了啊 这个校友非常喜欢我啊 结果我也没录取 对 因为最后做录取与否这个决定的不是这个校友 校友仅仅是在这个论完了以后给你写一份report 他这个report里各种形式 有的是填章表 有的呢是像写一封推荐信一样的 这个都网上都可以看到 什么样是样本 是面试的报告的样本 你都可以在网上看到 好 如果你在学校里头 你申请哪一所学校 你有时候说 比如说MIT的interview 你可以打在Google上讲 MIT interview report sample 或者是 Yale Yale的 interview的sample 你打上去 你可以在网上看到 有些学校会release一些样本 那些校友interview 你完了以后写的样本是什么 有的 我那时候参考过啊 看到的时候 那么观察是非常细致的 比如说 这个人握手是什么态度 跟人交谈 eye contact 目光有没有交流 握手的姿势 坐下来以后 那么交谈的时候 这个过程当中 他这个学生被面试的这个孩子 有没有对这个在校的这个学校有足够的兴趣 他为什么喜欢这个学校 是仅仅是因为这个学校的名声呢 仅仅是这个学校是个名牌大学 或者是有些名声 有利呢 还是说从另外的原因 他更有他个人的原因 非常喜欢这个学校 他这个是只是看钱呢 还是看气候 是因为financial aid啊 他这都有一些评估 他会感觉到说这个孩子其实是 并没有 比如说对我们这个学校的 学校文化 并没有太多的了解 他之所以申请我们学校呢 仅仅是因为我们这个学校 比较selective 比较prestitious 比较好的一个学校 名声而已 他可能对我们这个学校 了解不够深 他都会有一些report 网上 所以说当你帮你的孩子 预备这个面试 或者你们作为学生 自己面对 完全可以上网查 你可以查一下 他们那些人究竟是 怎么看待我们的 那过去他会写的一些 样本当中 你会看到哪一些学生 曾经在面试当中 犯过哪些错误 是你自己可以避免 是完全可以看到 我们呢 学校里头有一些家长 他本身就是为他们 自己毕业的学校呢 面试学生 他有其中有跟我讲过说 哎呀 他们面试的学生 每一个都非常好 最后也没有进 他们进的学校 他说他作为一个面试人员 他无法想象 这些孩子还能怎么再优秀 才能进入到这些学校 所以我只是跟你讲 就是说面试报告 就是其中一部分 整个你到底能不能进 还是最后招生办公室做决定 也有的学生说 我去面试了以后 我感觉并不好 我并没有感觉到 这个校友很喜欢我 甚至我觉得这个校友 有一点对我有些偏见 哎 最后他也进了 那么我上次 我小孩这次过去 interview的时候 他碰到一些校友 校友就跟他讲 说有时候很奇怪 他觉得看得很好的 他很看重的孩子 没有录取 他不觉得很好的孩子 也被录取了 所以他有很多东西 就是说那如果说 这个申请材料有六七个板块的话 那么面试只是其中一个板块 那么你其他的东西 也许在当时那个 那个小朋友的那个 那个身上这个具体的案例来讲 起到更大的作用 好 作为校友的话 他会写一个report 那么大四的学生 应在校院里头 给这些将来的学生 学弟学妹进行面试以后 他怎么办呢 他们这边大四的学生 interview完了以后 学生以后 他会被要求回答一个问题 就是说 你把你今天面试的这个孩子 跟你周围的 现在的大四的学生 或者校院头的这些学生 进行一个对比 你觉得这个孩子 适不适合适合 于我们这个community 他们通常要回答这个问题 所以他在个性方面 一些就是说面试 通常是一个soft skill 就跟写essage一样 是个soft skill 那么他这个个性啊 这脾气啊 他这个personality啊 就是他这个跟别人交流的情况啊 你feel comfortable 你觉得他加入我们这community 是不是一个good choice 会回答这个问题 好 刚才我讲到了 大学面试有两类 一个评估性的 还有一个是资讯性的 informative或宣传性的 那么宣传性的就是主要是用来 学校利用校友说 你尽量的去宣传我们学校 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学校 让更多人来申请 评估性的就是说 你这个面试的结果是被 作为一个因素 考虑进你的申请 那么他的地点呢 有校园的面试 也有校外的面试 校园的面试呢 有经常是可以在网上预定的 校园面试一般是什么时候开始呢 你大概11年级的 现在6月份开始 就有的学校接受了 你可以上网request 你到哪里去request呢 一般大学里头不有一个叫campus tour吗 一般是在campus tour那个地方 visit campus visit那个地方 你可以就request 比如说某月 某一天 在哪一个时间段 一般你可以就事先约 所以说你如果带孩子 去访问大学的时候 你就可以顺便的 让他进行一次campus interview 让他事先准备好 进行campus interview 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哪怕这个学校 你可以说 这个学校可能太好了 对我来讲 对我孩子太好了 我可能没有打算让他去 上这个学校 至少你现在没打算 上这个学校 那么这也可以 作为一个很好的练习 比如说这个学校是很好啊 我可能不在我的学校list上 既然我要去看 我顺便去看的时候 我顺便就让孩子进行一次campus interview 这对孩子来讲是一个训练 因为他没有嘛 其实有时候在我看来 哪一些 你没有那么特别想进的学校 先去作为一个面试的训练 其实是对孩子是很好的 因为真的 你可以把 让孩子 有一些经验以后 你才能够去面对那些 他真正想去的 那个学校进行面试 可以校园 可以校外 校外的通常是校友的interview 那么校外的interview 一般呢 要看每个学校 像mit的话是这样 你不用申请 你只是在他的 mymit account当中 申请account以后 你就可以自己request 校友面试了 所以每个学校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暑假就可以开始 as early as 你可以summer就可以开始了 哪怕你没有正式递交申请 因为on campusinterview 通常是你还没有 递交申请的时候 夏天嘛 你还没有递交申请 come app也到8月1号才真实出来 那么正式的很多的procedure到后面 你可以先一些校园的面试 你可以先进行 然后最后才决定 你要不要申请这个学校 是这样子 好 面试人员 大师的学生 就是那些是在招生人员办公室里头工作的 打工的学生 那么招生人员校友 还有第三方机构都有可能不同的 那么面试的方式 有见面的面试 也有网络的远程的 现在越来越多的学校使用网络面试 因为他没有办法 他当地找不到合适的校友 他也不可能要求你开三五个小时 从这个city开到那个city进行建一个校友 现在网络面试 哪怕在同一个城市 也有很多网络面试出来了 用skype 用google 什么方式进行网络面试 远程的就可以了 所以这已经跨越了地域限制 哪怕你不在那个地方 你也可以有面试 OK 对录取结果的影响 我刚才讲到了像mit这个学校 就是说你经过面试的学生 大概10%被录取 没经过面试的只有2% 因为他的面试的那个人员 是站在你那边帮你说话的 你少了一个面试环境 你就少了一个帮你说话的一个机会 所以说呢 那么有的呢 学校就是说 你如果想要申请我的merit-based scholarship 你必须要面试 你必须要提前申请 你必须要经过一些面试 有的学校honor program 它即使是一个学校很普通 但它有个honor program honor program我们以前介绍过 honor program的话 通常你有优先的选课权 你有私人的这个小班教学 你有可以更多的跟教授 做research的可能性 你有更多的merit-based scholarship 你可以study or board 甚至有的呢 会给你比如说free的免费的计算机 各种各样的优惠条件 那么很多好的学校 就是很多学校都有honor program honor program是大家都是非常想申请的 那么这种selective program呢 它也许本身申请进入这个大学 并不需要面试 但是specific那个program 它是需要你面试的 也有的学校说 我这个interview是offer了 但是呢不影响这个申请结果 因为我没有那么多资源给你 你想来就来 我想跟你交谈一下 那么互相了解一下都可以 但是呢 结果怎么样 我可能不看中 或者我们不count 都有可能的 有的干脆就是说 对不起 我们不提供任何形式的面试 我们没有那样的资源 这个所以说是每一个学校都不一样 但每年的政策都不一样 有的学校去年不提供面试 不等于今年不提供 今年它有可能突然就说 我们开始initiate这个program了 我们这个program也许今年没有太多的人 那么但是我们开始开始有这个面试环节了 还有呢就是说有的孩子也会紧着 比较紧张说 哎呀那个我的同学接受到面试通知 我还没有 是不是因为我比较差 他比较容易能进去 也不一定 就是说一个学校 他在某一个地区能安排多少面试 完全看他这个地区有多少校友 但是呢他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网络面试了 那可能能够让这个问题比较的 没有那么的明显 那么也就是说 有些学校说你能不能被选择进行面试 并不意味着你能不能 那就是说有没有可能被录取 千万不要给自己有太多的这种思想压力 也许你的朋友拿到面试机会 他面试 但不意味着他比你有更多的机会进这个学校 还有呢就是我说面试的时间 可以面试申请前申请后 如果校友一般开开秋了以后 一般都是大部分的学校是 你填完申请以后你才会拿到一个通知说 你申请了我给你安排校友面试 但有些学校是非常早就开始面试 像耶鲁的话暑假就可以面试 MIT很早 只要你开account 你还没有甚至没有填写他的申请表 你都可以进行面试 好 我现在讲校园面试 为什么我现在在这里那么样的提醒大家 要为什么要把这个讲座办到现在 办在你们参观学校之前呢 校园面试有校园面试的优势 我现在来讲 为什么对于一个毫无经验的学生 为什么校园面试是他的best choice 好面试人员呢 通常大部分情况下是在 招生办公室工作的大四学生 那么也极少数可能性他是招生人员 但大部分情况下是大四的学生 因为招生人员毕竟是少的 他们需要像整个夏天的话 因为招生人员一般从 三月份开始就进行招生宣传了 他们要到处跑 到全国各地的跑 所以他们并没有那么多时间呆在校园里头去接 接见就是给你安排面试 大部分是学生的面试 那么这完全可以网上预约的 然后呢 在由于他是在暑假这个进行 就是说你申请以前就可以安排这个面试 这面试的特点呢是时间短 一般来讲不会超过30分钟 因为他是按了每30分钟一个slot 你上网定9点9点到9点半就一个 然后下面就是9点半到10点 然后10点到10点半 所以他属于back to back的 你这边9点钟去了 interview完了30分钟你就走人 他不会拖任何一分钟 因为下面一个学生就紧接着来了 所以这30分钟通常来讲 他问不出来什么东西 他能够问的问题 你也可以完全准备 非常常规 通常是一个自我介绍 你讲了分钟自我介绍 然后他从你的自我介绍当中提出一些问题 问你你充实哪些课外活动 你的成长经历怎么怎么 然后很快就回到他要向你做学校的宣传 他向你介绍这个学校会跟你讲 你为什么适合学校 你有哪些program适合你怎么怎么怎么 所以时间非常短 时间非常短 你这个问题完全可以准备 所以对于一个没有一个没有任何面试经验的孩子来讲 第一次interview 我强烈建议校园interview 为什么呢 等会我们会到时候讲校友 校友interview就相对复杂多了 而且呢 由于面试人员是大四的学生 你的孩子呢 但是跟他来讲是一个学长的关系 他是你的学长 总共也就是差这么三四岁的年级 几岁的年级 你的孩子会觉得很容易跟他对方open up 然后对方如果是50岁的 中年人往那方一坐 你的孩子第一次见面 心里都会有点紧张 对吧 尤其是对方这个校友还有什么title的话 是什么律师啦 是什么医生啦 那个孩子心里头就更紧张了 但是在校园面试呢 这一点就完全可以避免 因为都是大家都是学生嘛 只不过你是高中生他是大学生 那么彼此之间的话题也可以聊很多 有的小孩甚至聊起打游戏啊 什么什么之类的 看的电影啊 看的小说都可以 就是说他们会觉得更加的放松 更加的自然 所以我强烈建议 这是为什么我今天把这个讲座放在 今天就是说你们出去以前 尤其是你说哎呀 我这小孩从来没练试过 如果这个学校也许并不适合 但是我可以让我小孩试试看 也许他面试完了以后他会对这个学校感兴趣 也未可知 但是正是由于他时间短 问题简单 如果一个孩子他是能说会道的 他很善于跟别人交流 也很善于把自己bring up出来 自己的想法bring up出来 能很强的说服别人的能力 有很强的marketing skill 这样的孩子 那么 校园的面试就太限制他的发挥余地了 那么30分钟 你很难 因为他问题都很常规嘛 问完你就得走 所以没有任何他发挥的余地 而在校友面试当中 有时候可以长达两个小时 天文地理 时事都可以谈 你这孩子就有很多的发挥的余地 所以那样性格的孩子呢 其实校园面试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好 那么校园面试呢 从暑假开始一直到初秋 一般来讲是 早夏天 然后再加上9月份 10月份 一般到11月份就没再有校园面试 因为所有的他们 那个招生人员都要全力投入到 审核申请材料过程当中 那么所有的这种面试都要完全交给校园面 校园来完成 校园面试的时间还是很短的 就是主要是比较早提前 你要提前做好准备 那我小孩如果完全没有做好准备 也现在去赶得去校园面试吗 当然不是 面试跟考标准化考试一样 只有你fully prepared了 你完全准备好了你才能去 那么不打无准备之仗 由于时间的限制30分钟 虽然到了最后面试的最后的时候 面试的那一方会问 你有什么问题要问我 但是当他来问你问题的时候 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通常你大概只剩三五分钟 所以你的孩子很少能够说 从这个面试的这个学生那里 得到很多的帮助 校园面试不一样 校园面试因为时间长 很多校园都会跟孩子分享他们在四年的 在大学的生活 就是他工作怎么样 第一份工作怎么找的 还是心路历生怎么样 所以你孩子能学到很多东西 但是这个校园面试的话 你不大有可能 最后三五分钟 也就是作为一个形式过去了 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校园面试 你是没有办法提前知道谁来面试你的 因为他都是轮班的 比如说你九点钟到 九点钟到 那个时候谁在 谁就面试你 校园面试通常他会提前通知你 就是谁谁谁 你可以通过名字 比如说在哪个医院工作的谁谁谁 或者在哪个机构里头 在哪个法院工作的谁谁谁 那你可以提前上网去了解一下 面试你的那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背景 那么你可以提前了解他的爱好啊 他的什么 你可能能够从他的爱好和你的爱好当中 找到一个共同点 也许说他喜欢象棋 我也喜欢象棋 也许我跟他聊天的时候 如果引入一些象棋的这个 或者哪一部分新闻上面的 我可能跟他会变得比较 opened up 对这个conversation 可以进行的比较顺利一些 但是这个校园面试完全是盲目的 你不知道对方是谁 到了场才知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